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好吃又简单的香煎原被 也叫香煎袋子 就是扇贝里的肉 食材非常简单 冰冻的原被提前一个晚上 放到冰箱的冷藏时,让它解冻 煎之前用水洗一下 用厨房纸把水分吸干 在原被的一面上撒一些盐 再撒点黑胡椒粉 翻面,在另一面也撒上盐和黑胡椒粉 平底锅中火,加点油 把原被均匀的按顺序摆好 大概煎一分半钟左右 时间到原被翻面 如果您喜欢颜色更焦黄一点 可以多煎20秒 放入黄油和切好的蒜片 火不要太大 太大的话外面焦了 里面还没熟 盖上盖 继续煎一分半钟 锅里的黄油 其实包含了很多盐和黑胡椒的味道 用勺子快一点 浇到原被上 更入味 把煎好的原被和蒜片 往一边扒一下 空出的空间 我们放入芦笋 你也可以另外起锅去煎芦笋 但是我不想浪费这个黄油和蒜片的味道 所以放到锅里一起煎了 有的袋子特别厚 你也可以把它竖起来 煎一下侧面 从开盖后 再煎一分钟 这个原被就熟了 把原被先取出来 摆好盘 锅里的油 再把芦笋全部炒熟 调点盐 或者是加一点酱油 芦笋炒好了 跟原被放在一起 原被是从新鲜的扇被中间取出来的肉质 富含60%以上的高蛋白质 还有丰富的矿物质和维生素 而且富含骨氨酸钠 味道特别鲜 清淡又营养 您也试试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来回来 下个视频 开进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